音樂季 哈囉,我是Nita 因為音樂季快到了 所以針對音樂季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妝容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直接進入重點 那主要一開始使用的話就是類似這些系列的白色都可以使用 那看自己手邊有什麼 然後我用的是那個眉毛刷 然後沾取之後呢 刷上我的眉毛 讓我的眉毛變白 先把我的顏色給蓋住 這樣等一下再上眉毛的時候呢 顏色就會比較好上上去 然後我的眉毛就會像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我用的是 Urban Decay的 Electric Palette 然後我用的是桃紅色的顏色在眉頭 大概其實刷在一半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再使用藍色的部分 然後呢上在尾巴 眉尾調整完之後呢 就讓刷子慢慢帶到眉中 那就是利用這兩個顏色去混出紫色 那再來的話就用遮瑕呢 把邊邊稍微的去做修飾 讓整體眉心看起來比較乾淨凌落一點 眼妝的部分呢 我會就用橘色先做打底 那就用暈染刷呢 在我的眼窩的位置做大片的暈染 然後記得呢 暈染要做好 所以像這邊就是用乾淨的刷子 再做一次的暈染動作 那接下來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選了一個這樣子的顏色 然後放在我的眼窩的眼尾地方 然後去做微微的暈染 那記得就是要很小心 然後去做暈開的動作 那因為這個顏色其實有一點點不好駕馭 所以其實可以拿小隻的暈染刷去做暈開 那接著的話呢就回過來用橘色呢 打在下眼影的位置範圍 然後我覺得眼窩的地方橘色還是太少 所以我又再加強了一下 所以再做一次的暈染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手邊的遮瑕膏 在你的眼窩底下眼皮範圍 所以就是面積呢全部都上到遮瑕的部分 那我再來用的是Buddy Gaphy的亮粉 那我選用的是煙火Sparkler的顏色 然後其實我上完之後發現顏色好像少了什麼 所以我就再加了另外一個亮粉 叫Bubbly泡泡的顏色在下面 所以最後就變成就有兩個顏色 金色跟古銅色在我的眼皮上 那我一開始是用紫色的眼線液 然後發現顏色有點不夠跳 所以我就用一個亮藍色當我的眼線 然後是NYX的Vivid Brights的五號Sapphire 然後我這裡是用NYX的唇液筆 然後它是九號Hex 然後畫在下眼頭的前二分之一的位置左右 畫大概段落的時候就會做一些檢查 看一下哪裡需要做調整 那現在就是眼尾這邊呢 我暈染做的沒有很好 所以用細的刷子呢再做一個加強 那睫毛的部分我用的是House of Lashes 眼妝完之後呢我接著就是底妝 那我用的是LUNA的粉底 那它就是我覺得蠻適合就是在室外 戶外的時候使用的一個底妝 那修容的部分呢就是一樣用我最愛的The Bomb的牌子 Bahama Mama做修容 然後我這邊就是使用帶粉色的打亮 然後位置呢就是在腮紅左右的位置 然後一樣用KATE的眉粉盒 然後去做鼻子的陰影 然後這裡用BECCA的顏色粉餅色 然後去做整臉的定妝 唇的部分的話我用的是NYX的METALS 然後呢它的色號是08 Speed of Light 然後我沾在嘴唇的中間 然後再用手拍點然後暈出去 那再用NYX的唇線筆 Tangerine 846的色號 描出唇的邊框 那妝的部分就完成啦 那頭髮稍微整理一下就整個大功告成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